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的依然是吴清源少年时代的传奇故事 自从在1927年战胜了景商笑平之后 吴清源在北平的名声是大振 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全国的好手来到北平跟吴清源交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以前的那个年代 二十几年那个年代 高手之间交流的就不多 本身高手就少 高手之间交流又不多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一 没有正式比赛 光是自己交流 以前的人是讲棋份的 已经成名到 我们看到资料 比如说顾水卢先生 他跟其他棋手的交流就相对要少得多 从棋谱上来看比较少 除非有什么比赛来出来下 因为这个可能也跟当时这个受日本影响有关 就是两个高水平的 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应有就下一盘的话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都是比较少见的 一定是有某一些人赞助出来 那么想看 那么才出来下 这个可能跟当时就是棋手的生计还是有关系的 越是交流少 越是水平不容易一起进步 但是有了吴清源之后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孩子乐意跟人下 有采清 有采金下 无采金也下 当然随着他水平的提高 他周围的像他的姨夫李律阁 以及像李律阁 在李律阁的这个地方做事的 像这个顾水卢 像他老师一辈子都会或多或少 有时候拦着不必要骑 您不必要下 当时他出入最多的就是莱金与先 莱金与先现在还在中山公园之内 就是中山公园 在天安门旁边 天安门的右侧的中山公园内 如果您进去的话 往右边稍稍一拐 那就是莱金与先的茶社 在这些地方下棋 通常茶社的人 茶馆的主人会管吴清源的这个 吃饭呢 喝茶这些都全管了 因为你可以替他带来生意嘛 当时全国的好手 比如说像这个刘地怀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还有就是王又臣 雷普华 比他们稍稍差一点 但是已经从后面再往前面赶 这几一拨人下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王又臣的对局 王又臣在 这老先生在 一解放之后 在上海文事馆工作 然后上海刚刚回复其社 他就是成员之一 跟这个陈祖德老师啊 是陈祖德老师这些人的老师辈的 跟陈祖德老师这些人都多次交流 话说在那个时候呢 广有这些棋 对于吴清源来说还是不够的 因为他27年 他的成绩是最好的 当时让先就是对下 能赢日本高段的只有他嘛 可是因为没别人呢 他也只好这样想 那么另外去日本的事情呢 一直他自己是不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他知道有人希望他去 比如说山崎有名 但是他自己家人呢 一直定不下来 就是周围这些朋友和亲戚 比如说像李绿格这样的亲戚呢 他觉得你去日本去 看不出一定好啊 先不说去怎么难 第二看去日本去生活怎么办 尽管听说职业棋手的生活不错 可是这个当时的局势跟日本关系是相对紧张的 而李绿格无论是晚戏执政 就是段祺瑞执政期间 还是张作霖入主北京执政期间 他跟他们关系都很好 说起李绿格他曾经这个一晚上 因为生意的关系 输给张作霖下面的人 一晚上麻将就输了五十万大洋 而且等到天亮的时候 回到他府地的时候 那天正好吴清源也在下棋 他就跟他那个自己家人 他也不避嫌了 跟自己家人说 嘿今天真是棒 不多不少 正好输掉了五十万 这件事给吴清源还有深刻的印象 写在自己自传里 为什么说这是特别棒呢 因为这五十万实际上是当作一种贿赂 使得他能够拿到现在的北京 就是当时北平南原的一块地 非常大的一块地 这是他这个行贿的一种方式吧 交际的一种方式 这事呢 还正好被吴清源给砍上了 另外 吴家又为吴家这些子弟呢 请到了一位 类似这个监护人一样的 叫杨子安先生 国学比较好 他的意见也不是赞成吴清源去的 看日本方面切不说 要去的话困难重重 而中国方面这些亲戚朋友 但这个是并不是很在意他去的 包括这个吴清源的母亲 也有一段时间的犹豫 加上前一段这个吴清源的父亲过世 吴清源的祖母过世 都是要母亲一手出来料理的 因为那个时候吴清源的大哥 也并没有多大 因为吴清源的这个家庆最困难的时候 这就是像旧式家庆 容易想到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去扑卦 就是算一卦 当时算卦得出来的一句诗句 这个吴清源一直记了一辈子 就是哪一句呢 就是这个山穷水尽一乌路 这个封送翻来又一天 就是这一句 这个直到2006年新年 我去看吴老师的时候 我们还说起这一段来 当时大家都觉得 就是说以后总有办法 但是没想到 后来跟去日本的事情呢 吴老师觉得简直是暗和嘛 话说北平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局面 吴家是这样在做准备 就是还没有做准备 因为觉得去日本未知的因素太多 那么我们再来说日本 赖岳老师进行到的程度 赖岳老师在上集我们提到了 想到了要接这个孩子来 这个愿望非常强烈 但是没想到 由山齐有名提出来的各种具体的困难 要实施的话呢 这个还有很多问题 首先想到的外交上问题 所以他去找了全养义 那么政治家全养义 在考虑 在听到这些事之后 紧跟着就问了赖岳 说如果这个孩子来了 真像你所说的才能出众 这个光大其道 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办 赖岳说出了 让人感动这个奇界 感动很多人 很长时间的这句话 就是说这正是他所期望 之后全养义又问他 那你经济上怎么办呢 我可以意思 因为我做的是政治上的保证 那么经济上呢 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 日本奇院的大赞助商 大仓喜八郎 说到大仓喜八郎呢 就是因为他对日本奇界的赞助 几乎是无回报型 就是无偿性的 那么我们就想多说几句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因为他的父亲 叫大仓喜七郎 你看父亲叫喜七郎 他叫喜八郎 这名字是有点意思啊 这不是兄弟俩 这是父子俩 他喜七郎 是有名的军火商 做军火 发了很多财 那么这样一个军火商 手里面钱特别多的时候呢 那当然是要传儿子的 可是这个儿子呢 从小被这个送到西方去留学 在剑桥大学留学 他从剑桥大学回来的时候 就带着当时最名贵的跑车 四五辆法拉利 然后回来之后呢 他喜欢的呢 不完全是赚钱 是音乐艺术 包括围棋 我们可能这个 现在还有印象 就是比如上海的大仓酒店 欧库拉饭店 就是现在的陈氏酒店 这个还有北京 也有他们这个大仓集团的酒店 这些都是大仓家族的事业 那么再说到东京国立竞技场 这也是大仓家捐出来的 他是这样一位 就是对这些文学艺术 特别有兴趣 喜欢公益 做公益活动的人 跟他的父亲曾经发生过冲突 有记载的一次是说 他父亲说 你简直不像我儿子 而大仓喜巴郎说 你那么多钱 如果不是靠我怎么花他出去 这当然是听上去像是佳话似的 无论怎么说 这个大仓喜巴郎对日本旗员 在日本这个东京大地震之后 提出的恢复设想 由他来出资 而且他当时每年拿出十万块 来给这些旗手们 作为基本的底薪 这一个壮举呢 就赢得了当时旗舰人的普遍尊敬 那么想到这一点 这个赖月老师就自己去约见了 大仓喜巴郎 我们可以就是说设想一下 他约见的时候 一定是想极力说服 能够把吴清源一架接来 对吧 那么他是抱着肯定是想抱着说服 这个说服大仓喜巴郎 把这件事处成 据赖月老师后来的回忆呢 是这样的 他去了之后呢 就跟大仓喜巴郎说 今天能约大仓先生 主要是这样一件事 这个他先把吴清源 如何如何有天分 讲了一遍 如何如何 这个 他如果来日本 如何如何能光阳其道 这个对日中友好 产生什么深远利益 这些他又说了一遍 说完这些之后呢 他就又讲了吴家的 现在的状况 那大仓就问说 那这样的人来不就完了吗 来欢迎他来留学 然后他又讲一段 这个他们家 因为家里的支柱 父亲过世了 现在是这个孩子 实际上是家里的经济来源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他们家很多周围人 看上去不是很情愿来 要想说服 要让他大哥陪来呢 还有他的母亲也来照顾这孩子 紧跟着 这就是显出赖岳老师可爱的一面 赖岳老师还随身带了 由他自己写的 棋平 就是平 吴清源队 井上的这分盘棋 马上拉开棋盘 本来大仓喜巴郎 就是喜欢下棋的 他就在棋盘上 就开始摆 说这个孩子如何有才能 你看这样 像修策什么的 我演示给你看 他说他自己讲的特别热闹的时候呢 大仓喜巴郎就很微笑的就跟他说 说是 您说这孩子有才能 现在你摆棋谱 让我看 您是专家 我不是专家 您说有才能 那一定是有才能的 就是棋谱你不必 给我摆 给我看 现在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需要赞助 这话一说 那赖月就 老师就特别 特别开心 因为什么呢 他也不是一个 这毕竟是去 我想毕竟是去要钱嘛 对吧 也不是特别容易开口说的事 他没想到 大仓喜巴郎很快就猜到了 其实 大仓喜巴郎这么聪明的人 我想可能一开始就明白了 那他就说 你看这来 刚来 如果能让他们家能安心的来 一定得有一笔安家费 或者说有点保证嘛 那那个 可是他棋材又这么好 您再看他这棋 大仓喜巴郎说 我们不要再讨论棋了 是 您的主要想法是说 赞助他来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 既然 赖月老师也没有准确的数字出来 大仓主动就说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把他们一家三个人 就你说的这样 既然他是这样的天才 我们接他来 来日本 如果前期有这个经费问题 你看这样合适吗 接来的费用我们出 那么 我们 再给 我再资助他每个月 每个月给他200块日元 200日元的概念是什么呢 当时日元比大洋要低 但是低的不多 我查资料看 是一比一点一啊 一比一点可能一左右 就是说 相对应的是 日本大学生毕业到报馆的工资 是五十几元到六十元左右 一个月给无情人家资助费200元 为期两年 大仓说话非常快 就是这个条件 完全不是赖月去想的时候想到的 而是大仓自己说出来的 这一下让这个赖月老师非常感动 就是对他深深居一个公说 先生您真是做了件大好事 这个大仓说 这个是你说他 你说他是个大天才 对吧 那个 然后你只是来找帮助 我给你提 你说可以 那就可以了 就OK了 棋谱你也不要再摆了 那个这个人的奇才 当然是由你决定的 这个赖月老师 然后话题就转到别的地儿去了 赖月老师对这个记忆 一直特别这个记忆犹新 特别在自己书里面提到过这一段 非常高兴啊 没想到这么难的一个体 这么难的一个问题 居然就解决了 这个 这个 有钱这就好办事 这是我说的 这可不是赖月老师的感慨 就说 那他赶紧写信就把这个戏 他觉得解决了一件大事 就赶紧报告 跟这个山西有名 跟这个山西有名 通报 这赶紧行动起来吧 你看这个山西有名 接到这些人也是特别开心 但是他还没有 不像赖月老师那样 他这时候 山西有名才意识到 因为吴家周围人的反对 这时候他还要再说服 说服这个吴家人 就是说你到了日本之后 你跟谁学起啊 山西有名一直以为就是赖月老师答应了 就是跟赖月老师学起 哪里想到赖月老师紧跟着通信是说 我给你解决了外交上的事情 就是来的这些打通了关系 经济上我也解决了 但是我不能收这个学生 理由是什么呢 还不是先去 他说我的起义还不是最高的 他的起义我交不了 一定要找最高的人来交 当时名义上的最高的那就是秀斋 这是山西有名不太乐意的 这个根据各种传说 根据各种了解 他觉得论人品 论这个一定是赖月老师最好 就因为这个双方又来回交叉信件 来了几次 最后山西有名自己说跟赖月说 如果先生不答应做他的先生的话 那这件事很可能吴清源他们家不会去 这赖月老师才答应做 才由山西有名跟方泽 就当时驻北京的公使 去跟吴家人再说 再说最后周围的人反对的情况之下 吴清源的母亲自己拍摆说 可以去啊 既然人家这么热情 既然人家这么有诚意 吴家尽管下围棋 在他的概念里不是个职业 但是这可以值得一试 由此他把去日本的事 在二十八年的时候定下来 定下来之后 还有个问题啊 就是在这个谈妥所有这些之后呢 北平方面 是希望赖月老师能够再来进行考察一下这孩子 大仓他们也有这意思 说赖月老师您要去考察这孩子 是不是如传闻所说这么厉害 赖月老师这个真正是很疑惑的 疑惑在哪呢 疑虑的 就是按照其份来说 他是七段 他来要让吴清源三个 他知道那是没有希望的 那么让两个 赖月老师倒不怕输 赖月老师想 让两个他也赢不了吴清源 他觉得输面也大 他倒不怕输 他怕的是万一吴清源输了的话 就不肯来了 这他想到了一个折中的 派自己的大徒弟 乔本也太狼赖 一方面呢 他也希望吴清源继续在北平 就是钻研起义 把这些跟厉害骑手下的气 统统借给他 这就是在这个时间内发生的一些事 而在这个期间内 吴清源的记忆又有了新的提高 对国内 对当时国内的一流好手 都是可以说他占优势的手朵 他尽管有数 比如说跟刘立怀 他是两胜一败 而拿白旗 拿白旗的手朵 而只黑的时候呢 基本上不输 我们现在来看 他跟王又成 这个先生的对局 我们也可以能够从中看出 当时中国一流好手的水平 这盘其实吴清源直白 黑旗上来就守了一个脚 而白旗下的就是更加活泼一点 所谓 为什么我用活泼呢 就是你看 它不是小木对应 它是高木和木外 这样的旗呢 变化更多 就是无论是这个黑白双方都比较难以掌握 说通俗一点没谱嘛 这样子其实谱上很少见 就全靠自己的灵机发挥 这样子拆 我们已经看过几次了 白旗再守回来 为什么白旗守左上这脚 不守这个呢 就是白旗期待 如果你在挂呢 它可以直接飞压你 让你很难受 全部到地位了 这个王又臣当然也不是 也是一流好手嘛 当然不会中这样轻易的套 就从上面来 选择的是这样的定式 由此也能看出 就是王又臣也是 布局上 也学习了很多现代布局 也是很有水平的 从这边分完之后再走累 不知道大家随着我们这个 天原围棋频道 这世纪蜂云 就吴清雲传奇这个系列 看有没有发现 一开始从我们介绍1919年的对局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么多故事 那时候还有坐子 包括吴清源老师最小时候跟汪又分架的时候 我们介绍的是坐子 那从现在开始呢 后来这个1920年对局呢 大家已经渐渐的采用了日本最新式的这个对阵 就没有坐子了 这实际上在起始上也是个重大的改变 等于我们也就顺便介绍到了 一旦没有了这个坐子呢 那中国方面刚刚改嘛 那棋谱相对比较少 对吧 以前的桃花拳啦 以前的这个丹户时局啊 都是有坐子的 那现在呢 就变成了无坐子的 你就要再重新学习日本的棋谱 也可以说这个阶段呢 这些一流好手呢 肯定也看到了不少日本棋谱 所以才能下出现代的这些布局的概念来 但是看得出来 在定式的这个布阵上 他们不如吴清源首席 这也是跟吴清源一直定着日本的 这个除了他水平高 还有就是他定的是日本的这些围棋杂志有关系 好 我们看这地方的局部 本来白棋是长的 但这个局部要长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黑棋这面有子 这样长呢 就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所以 面对黑棋这个大斜 白棋是有谱的 心里面有底的 采用另一个定式 打吃 提掉 它再接起来 这个可以说是 吴清源 这个 对定式进行了研究之后 能够心里有底 采用这些定式 普通定式的最后一手 是白棋拆一下 踩在这 踩在这 还有踩在这 基本上踩在这为多 但是这盘棋吴清源脱鲜了 能够在 旧有的定式上进行改造 这是一种才能 因为旧有的定式 是大家 很多大家 总结出来的 而你 不跟着它下方 根据场景变化 来选择你的下方 这个除了需要勇气之外 就是才能 先抢到了大肠 这个大肠和白棋这个子 和黑棋这个子交换 这个无疑是白棋便宜了 因为你拆的地方大远 它拆的地方小一点 对吧 然后走完之后 再抢到右边这个大肠 始终 它把左边这个呢 看得比较小一些 就是看着不急 它觉得可以缓一点 再走到那边去 黑棋公 其实如果要是让我的话 我可能还是选择这一手 因为我觉得这一手 白棋在上面这一手 交换已经便宜了 这个时候黑棋 走在这一代不大的 我是白棋的话 我觉得这也非常满意了 可是 吴清源当时的下法呢 还是觉得右边大 尽管这便宜了 我是觉得如果这便宜了之后呢 白棋只要回到这个 左边这一代来 整个局面是白棋生动的 跳 因为这部跳还是挺大的 这一代显得有点重嘛 但下一步的 在黑棋跳了之后 白棋的靠是好奇 白棋长 黑棋虎的时候 白棋紧紧逼住 这个紧逼显示了吴清源这个 重视实地 是非常要紧的一手 这也可以看出就是 他为什么迟迟不在左边 罗子 直白地说 我觉得左边大 但是在他已经放弃了左边之后呢 他的下法 还是不错的 那么黑棋的下法 是不是能够有值得商量的地方呢 比如 我觉得这部可以考虑退 因为你再压我的话 我再继续跳 直接往你那边 那边走 还有就是 搬了一下之后呢 走在下边也是可以考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断我的可能性不大 对吧 你断我的话呢 我一个是我可以考虑这样跟你想 你要想吃掉我的话 你得再吃我一下 这就比较酥 或者说 你肩 我从这打出来 就是说 黑棋有可能从这考虑 包掉你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断的时候 我干脆打了你 这样接住 但是黑棋可能这些都不是太满意 所以黑棋采用呢 采用了最比较笨的 笨拙下法 就虎一个 白棋在紧逼住 黑棋飞 黑棋这部飞 值得商榷 其实上面飞一个也挺大的 下面飞 为什么我觉得看小呢 因为这一代还露着风 因为黑棋飞了之后 让白棋这个打特别舒服 一下子白棋安定了 所以这个飞我不太肯 更何况 黑棋狠一点 还可以考虑粘上 把你整块棋拉出去攻 也许 直接粘上更有力 反正这个飞 是黑棋有点缓的 本来白棋 这部大厂有点缓的情况下 黑棋可能能想办法得到更多便宜 那现在看上去呢 这个便宜并不大 反而被白棋这儿整了 找到了一个先手 这个是黑棋有不满的地方 倒回来我们说 如果整个局部轮到黑棋先下 那么黑棋还不妨 干脆走这种最普通的 我就摆个拆耳 那么如果你不肯 你要紧逼住我呢 我就跳起来 使得白棋也没有那么好的棋形 你出来 我还可以这样对你进行围攻 好 这是现代布局 就是定式之后的下方 在定式之后呢 可以说黑的没有下出最充分的手 被白棋逼住 那么白棋还是弥补了 它多多少少弥补了 它缺陷 你爬的时候 白棋又抢先把这个飞 这个飞挺大的 因为飞了之后 此削笔长 就是这面削掉的一些形式 而这面长起来 黑棋 从这开始我们看 有点点跟着白棋的步调走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白棋走到大的时候呢 黑棋立刻来削 白棋走到大的地方呢 黑棋要立刻走一个小 比他要小一点的来防守 就是说你的思路 跟着白棋在走 白棋压起来 黑棋在退 白棋飞 那么这几步的交换 连上这一手呢 黑棋是稍稍有点亏的 因为白棋还是请销了你的 白棋拆二 白棋扳起来 白棋在飞上来攻你上面 想对这块进行一些威胁 黑棋试破白棋一图 就是如果我要是单纯跑 你有可能再在上边点入 那我的空就都没了 所以黑棋先跳一手 白棋没有继续跳 为什么呢 本来通常继续跳是很大的一手 但是因为黑棋有这个斑的头 上边就没有能力 上边就不容易成的很大 你这样走就容易落空 黑棋一个是打入你 还有可能打得更低 所以你不如守得更坚实一点 把自己的时空守起来 黑棋联络 这两步小飞体现了吴清源 对实地的敏感 就是尽管一开始是张氏的棋 但是棋局行到这的时候呢 他已经明白就是 实地在本局面下实地更加重要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手 黑棋 正去把下边围起来 那么白棋先把这两手交换 这两手交换有什么好呢 首先确保了白棋的联络 其次让你这一袋的形状不够好 形状不够好会带来什么呢 就是以后 待会我们会看到 这地方白棋的收速 把这收速的非常有道理 比较好 现在我们看整个局面的形式是这样 黑棋我们先看这面的这个孔 从这个角上到这儿是十 连这个框到这儿是二十 从这儿到这儿是三十 三十二 三十四 六 八 就是三十八到四十目之间吧 四十目若 这块我们可以看成十五目的话 是五十五 这块现在五目左右的话就是六十 六十目强 那么白棋呢 如果立下来是先手的话 十 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 十六 十一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就是三十目不到 对吧 二十五目强 这个是十目 谁说十三 十五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九 三 这块接近三十目 二十五 这两块加起来是六十目弱 如果再加上这一代的人呢 可以看出来六十目超强一点 就是说 本局面下 双方十地差不多了 双方十地差不多 但是现在该白棋下 那么谁有力 我这问的有点多余 当然是谁下谁有力 也就是说 经过这么多回合 白棋黑棋交换呢 白棋终于这个反先 所谓反先就是不贴墓的情况之下 白棋形式比较有力 形式差不多该白棋下 这一步飞完之后 那上面就胖很多了 对吧 这代隐隐约约的木会长起来了 而对这儿也产生点影响 好 现在开始是棺子阶段的收缩 如果你要是斑 这是明显黑棋不乐观的局面了 那么黑棋采用斑这个 白棋断 黑棋又不肯打 为什么呢 因为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 黑棋整个上面的联络出现问题 好 那么黑棋又单退 单退了之后呢 那么白棋看来下的就比较稳健 这块一支铁岩 加上这支 两边大概是近活的 所以白棋推扯 不怕你成空 看上去似乎把黑棋的空又围铁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白棋很巧妙的时机 先断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时机有点巧妙 如果你从底下打 上面是有这个打吃的先手呢 这种鸭的味道是基本上先手的味道 如果它先手 这四个子呢 你就有可能被干进去了 就被吃掉了 那么黑棋不肯 黑棋是拐打 这一步看上去不太起眼 但是 它带来的是下一步的斑瞻 味道特别好 当黑棋 把上方这个大棺子收掉之后 我们看啊 上方这个大棺子 我们看起码是这个 如果白棋吃掉的话 白棋这一二三四五 那么黑棋吃掉的话也是五 基本上石木强 石木还带这个断的点 黑棋走掉之后呢 白棋立刻补了一手 威胁着 就是下一步直接分断就跨在这 其实照我看呢 你直接跨出来 黑棋也很为难 但是白棋没有采用冒险的 而采用比较稳妥的 跳一弱 这可以说白棋已经意识到自己 形势占优了 不想冒险 不想这个这样去吃你 而黑棋呢 尖这些顶都是为了补中央这个段的薄位 白棋尖实的退回去 这是这盘棋比较少见的 就是白棋在有机会扩大战果的时候 就直接靠下来 吃黑棋的时候 白棋没有采用这种下方 因为白棋想 你直接从这走出来 有可能看不清 特别是 在我形势已经有力的情况下 放弃了这种下方 但是它并不是放弃了整个棋局啊 它是把棋局更稳妥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就是怎么说呢 看这几步这一代的交换呢 容易让我们 容易让我想起来什么呢 想起李长豪 当它优势之后 不是像很多局面 我干脆再杀你 快你又保起 它不是 它是小心又小心 非常稳妥地把局势 导入到自己的步调里 就像这样的步调 我已经不再求扩大战果 你稍微便宜一点 我没关系 我能忍耐 因为这个局面还是被我所控制 白棋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下方 现在白棋回到了这个家 黑棋得立啊 你要这样的话 这度过打吃太大了 对吧 什么空都没了 所以你一定要立 那么白棋沾上 黑棋加 吃还是黑棋吃掉了白棋 并不是说白棋出大棋了 是白棋在这收塑 吃 这个收塑完了之后呢 那么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黑棋多少木 从这到这脚上十木 二十 二十五 这个是三十 对吧 二十五 三十五 这个呢 不到十木 或者接近十木吧 四十五木左右 十 十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最后剩下这个 就是四十五左右 那么 二 四 六 七 八 九 四十五 五十五 不到五十五木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白棋尖的话 黑棋是十木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木 四十五 嗯 加上 二十木 就是六十五 加十木 七十五木 七十五木左右 那么白棋呢 这个都是先手了 十木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七 十二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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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三十五 三十三木左右 这个十木 十五 二十五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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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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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加三十五 应该是七十木 七十木再加这块 总是有个 这个有点木数吧 所以这盘 这个棋呢 基本上是白棋烧好 还盖白棋下 所以白棋就非常稳妥的小尖一下 这盘棋我估计是后来 从这开始还下了些 但是棋谱只寄到这个地方就没了 这个呢 也是当时 因为当时下棋是没有裁判的 有可能有裁判长 就是他们请来的 立和的 那个有名望的 但是没有中国忌谱的习惯很少 这个就有可能是吴清源寄到了这一代之后 他觉得胜负一定就不再往下忌了 因为这盘棋是应该有属棋的 那么棋谱只是到这为止 这个局面也是白棋明显优势 从这盘棋里面呢 能感觉到这个他老练的一面出来了 所谓老练就是说 在我已经优势的情况之下 我不去冒更多险 我只要赢就可以了 另一面呢 也说明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段的中国围棋 就他们这些高水平呢 不是以下彩棋为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以前中国的下彩棋的习惯是 我能赢你十目 我就要争取赢你十目 因为什么呢 我赢你二十目的时候 后面的每一个子 每一个幕是跟彩棋有关系的 这是那个时候下棋的习惯 就我多赢你一点 除了我一个整盘 就是输赢有个盘底之外 还有跟胜负的多少有关 那从这盘棋看 我觉得他们这个 跟日本的这个比较接轨了 高水平的 就是不再在意 那个后面的赢多少 因为棋的 这个主要的规则就是输赢 这是现代围棋的概念 我只要赢了 我只要能够 用不着扩大战果 只要保住我的成果 这是最重要的 我也好像随着这盘棋 能感受到当时比赛的气氛 和当时比赛的这个氛围 以及当时北平的那些 那些跟那些高手们一样 过了招一样 挺开心的 今天这一集 那个下一集 我们会继续介绍 当时他还跟雷浦华的对局 好 谢谢大家今天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年寿成名的围棋神童 他是横扫日本棋坛的昭和棋盛 他也是开创新布局革命 倡导21世纪围棋的围棋泰斗 他就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围棋生涯中 演绎出无数精彩和传奇的五星园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隧道 通过回顾大师的新路历程和精彩瞬间 来重现那段奇谈的陆朽传奇